我们先想一下我们之前学的语法吧 我们学了三个语法 第一个A是B A8B 下一个A不是B A吗 B B 或者是 然后下一个A是B吗 A挖 B Diskup 好这是我们学的三个语法 然后是我们学的两个住词 第一个住词是挖 挖的话它的作用是 意思主题 提示主题 下一个是 他的作用是 疑问 放在句末 末表示疑问 已经放句末 它可能在句中就不是疑问了 它的翻译是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上节之前学到的三个语法和两个住词 那今天我们再来学一个住词 再学一个住词 猫 入词猫的用法 这个猫呢 第一 它是一个 入词 第二 它的翻译是 也 翻译成也 那比如说 还是刚刚这个语法 A挖 B DIS 这个语法 我说 我是 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应该怎么翻译 私は中国人 私は中国人 下一个句子 我说 小王 也是 中国人 那这里的话 加了一个 也 是吧 那我们的句子就变成了 我们的语法就变成了 C C的话 在这里就是小王 C 猫 B S 这里的话 在一个句子当中 如果有了挖 你就没有猫 如果有了猫 你就不要有挖 这个句子 实际我们就是把 这个 挖的地方 换成了 mo 好 这个句子我们看一下 应该怎么造 哦 哦 sang mo 中国人 哦 sang mo 中国人 です 哦 sang 中国人 你就是把那个 挖的地方 换成mo 就行了 这句话呢 就是小王 也是中国人 好 下一个 我们再造一个句子 说 山田是 山田是医生 然后 伊藤 也是医生 山田是医生 西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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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 well 伊藤 sato mo 伊藤是 西兽 是吧 左藤是 西兽 西兽 好 这个是注词猫的用法 比较简单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呢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一下 好 下面这是之前的语法 我们据的单词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医生先生 教师教师 学生学生 公司职员 银行职员 研究人员 好 那我们再加两个单词 一个是大学 大学啊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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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有时候学生这两个词也代表大学生的意思 就是说在日语当中 这个学生 学生这个词一般来说是指的是大学生 嗯 你如果说跟别人说我是 那人家一般会认为大学生 那人家一般会认为你是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多用 对咱们来说学生是一个统称是吧 从小学到大学都叫做学生 但是日语当中学生这个词 半指的是大学生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医院 医院 汉字写作病院 病院 连调音 这里是一个长音 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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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标音 标音 好 在这里我们再加一个助词 no no的用法 首先它是一个助词 第二对它的翻译可以翻译成 得 得 好 我说我是一个老师 老师 老师 先生 是吧 那我是哪的老师呢 我说 我再补充完证 我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大学的老师 大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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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你可以这样给他记 a no b a和b呢还是名词 然后他的翻译就是 a de b a de b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往上对单词就可以了 大学de老师 那大学是daigaku de就是这个no 是吧老师是sensei sensei就可以了 daigaku no sensei daigaku no sensei 下一个说 医院的研究人员 医院的研究人员 医院是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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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 下面说是我是学生, 那我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呢? 我是ABC大学的学生。 ABC大学的学生,好。 ABC大学是? 大学是大学。 大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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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ABC大学是大学。 好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一个 名词 名词的话就是说 我是老师研究人员或者学生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对他的一个修饰 我是哪的老师 我是大学的老师 我是医院的研究人员 我是ABC大学的学生 让你的句子更加的丰富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句子呢 放到A 和B 的句型当中 还是放到这个句子当中啊 这个句子 那我原始的句子是 我是学生 那我要变成我是 ABC大学的学生 这个句子变成了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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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ABC 大学 我不是医院的研究人员 我是医院的研究人员 病院的研究者 下面还是放到我们之前的句子当中 我说山田也是ABC大学的学生 山田也是ABC大学的学生 好最后我还可以把它放到疑问局当中 我问伊藤是大学的老师吗 伊藤是大学的老师吗 伊藤沙 和 大 好 最后还可以说 那个佐藤也是大学的老师吗 Sato-san-mo Sato-san-mo Dai-ga-ku Dai-ga-ku-no Sense Dai-zik-ga Dai-zik-ga-k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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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汉语表达一样的是不是 也不太一样 你说谁是谁的 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一样的 前面那个就跟以前学 最初学的一样的 就是这个 就是跟汉语说法是一样的 对吧 对这个是一样的 那这还比较好学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好其他的就有没有问题呢 老师请你把那个上一页的 再给我看一下 我想结个屏 谢谢 好了谢谢 好的 那我们 再看一下我们的助词啊 今天多加了两个 刚才一个是 提示主题 放在句末表示疑问 对他翻译是什么什么 今天第三个是 他的翻译是 他的翻译是 第四个是 它的话一般用的语法是 一般用的语法就是 a no b 它的翻译是 得 这个句子的话就是 这个小短语吧 这个小短语就是翻译是 a 得 b a得 b 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的话 这个no的话 它是 我刚刚说什么 我是学生 我是老师 那我是哪的学生呀 我是大学的学生 我是哪的研究人员 我是医院的研究人员 这里的话它其实 它其实呢是属于一个所属 我是所属于大学的 我是所属于这个医院的 它的含义呢 就是范围呢 可以把它规律到这个所属里面 所属 或者说是属性 属性都可以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就简单地记 no就是得的意思 no就是得 但是呢 它并不完全是得 它可能后面 我们再学一下 后面可能还有别的意思 好 到这里的话 其实是 算是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课本上 算是第一节课的内容 我用的那个课本 是大家的日语这本书 一会儿吧 下课可以把这个电子版 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然后到这里我们就看一个 简短的小绘画 绘画啊 看一下绘画日语是 开花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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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题目是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什么意思呢 初めまして 是啊 初次见面 我们之前讲过 初次见面打招呼 是吧 初次见面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吧 初次见面 我们怎么说 就是打招呼 我们怎么打招呼呢 はじめまして 然后是 我是小王 我是谁谁谁 わたしわ おです 请多多关照 请多多关照 是什么 请是什么来着 どうぞ どうぞ どうぞ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是吧 初めまして 私は 私は おです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这个是初次见面 两个人打招呼的时候 会说的话 那别人跟你说了 这句话 这句话之后 你怎么回答呢 你的回答是 こちら こちら 翻译成中文是 我也一样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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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是 どうぞ どうぞ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这一段是 见面 两个人打招呼 时候的一个对话 这个我们是在 讲寒暄语的时候 讲过的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绘画 初めまして 初次见面 里面说了什么 好了 sato 左藤 sato ohayou gozaimasu 早上好 是吧 ohayou gozaimasu 这里的话 gozaimasu 是可以省略的 是吧 可以直接说 ohayou ohayou 那他为什么 没省呢 因为两个人 是初次见面 我们说 越长 越礼貌 初次见面 你肯定要跟人家 说的 礼貌一点 所以的话 说全了 ohayou gozaimasu ohayou gozaimasu 好了 下面 山田回答 山田回答 ohayou gozaimasu ohayou gozaimasu 早上好 然后他说了 sato san こちらは maiku mira san desu 这是一个外国人 maiku maiku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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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ku mira sandesu kochira こちらは maiku mira sandesu 好了 这里有一个 koch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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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chira的翻译呢 就是 这位 这位 啊 这位是 米勒 这位是米勒 跟他介绍 左头 啊 这位是米勒 啊 你 如果要跟别人介绍 这一 别人是谁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kochira wa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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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u kochira wa maiku mira san desu 好 然后米勒 说 hajime mashite hajime mashite 初次见面 然后他说了 maiku mira desu maiku mira desu 好了 这个句子当中省略了什么呢 私は 啊 省略的是 wa ta si wa 是吧 完整的句子 wa ta si wa maiku mira desu 好 首先看 省略的这个地方 在日语当中呢 虽然说我们用a wa b desu 的一个句型 是完整的 但是呢 在跟别人说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一般都会把ata si wa 给省略掉 啊 如果我说 我向你介绍 我叫小王 一般就会说 oh desu oh desu 好 我是山田 我就会说 yamada desu yamada desu 都会省略吧 ta si wa 这是一个习惯用法 啊 你加上也没有错 但是你去掉的话 这个日语就更加地道 好了 在这里 我们再补充一下 跟别人说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desu 是吧 oh desu 我是小王 oh desu 那还可以说什么 oh to iimasu oh to iimasu 这个 iimasu to iimasu 是叫做 翻译成中文是叫做 那这个句子的话就是 我叫做小王 我叫小王 上面这个是我是小王 我是小王 下面这个叫我叫做小王 我叫小王 啊 这两种 都可以 好 好 再往下一个 还有一个说法是 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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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もします ともします 这个身 身的发音是 も ともします おともします おともします 这个句子呢 是一个 这个句子呢 也叫做 翻译也是叫做 翻译也是叫做 这个句子的话就是我 叫做小王 区别是什么呢 和上面一个句子区别是什么 这个句子是 这个句子是自迁 自迁语 自迁语 什么叫自迁语呢 就是 自己很谦虚的一个说法 说白了 就是对 对方的一个尊敬 我自己谦虚的表达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 好 三种说法 三种说法都可以 那下面第三个是最礼貌的 最礼貌的 那这个句子 在第三个句子当中呢 ともします 的时候 它只能用于自我介绍 什么 前面两个句子 可以用于介绍别人的名字 比如说 あの人は山田さんです あの人は山田さんです 那个人 叫 那个人是山田 或者说 あの人は山田さんと言います 那个人 叫做小王 那个人 叫做小王 都可以 但是第三个句子 只能用于 介绍自己的名字 只能用于介绍自己的名字 不能用 不能说别人了 这个就是这三个句子啊 说可以说自己的名字 都可以 有内容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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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其他有没有问题呢 好 其他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的话我们再看 刚刚这个 好了他说 那看一下啊 他说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加三 上面这一个别人说他的时候加了三 注意一下三的用法 好了下一个句子 他说 这个来的发音是ki 这个句子呢 这个句子呢是一个名词 加上 から きました的用法 きました的用法 这个句子直接翻译成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アメリカ 美国 我来自美国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名词呢 它一定是表示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名词 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名词 加上 から きました 翻译成中文就是来自 好那如果我说我来自中国 应该是 我这样的认证 我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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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他喜欢 我他喜欢 现在国民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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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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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ました から来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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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 私は中国から来ました 我从中国来 私は 私は中国から来ました から来ました 来自 中国から来ました 来自 好 下面他说了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请 你多多关照 どうぞ よろしく お願いします 好 最后 左藤说 sato けiko 这里 这个 第二个 一是一个 长音 sato けiko です sato けiko です 好了 这里 这里的这个 けiko 的话是 一个 那个 什么 人名 惠子 他省略的 也是 watashi wa 是吧 watashi wa 那他说了 我是 佐藤 惠子 sato けiko です 然后他说 どうぞ よろしく 他省略了 お願いします 请多多 关照 好 我们再 重图 看一遍 佐藤 sato 说 早上好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下面 三点 回复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好 下面 他说了 sato さん こちらは まいく みら さん です sato さん こちらは みら さん です sato さん こちらは まいく みら さん です sato こちらは まいく みら さん です 佐藤 这位 是 迈克 みら まいく みら 这位 是 迈克 みら 好了 みら みら 说了 初 迈克 みら です 初め まして まいく みら さ みら みら です 初め まして まいく みら です 初め まして まいく みら です 我来自美国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最后佐藤氏は佐藤恵子です 佐藤恵子 どうぞよろし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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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的一篇小短文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呢 老师我想问一下 他这个句子就是一个翻译就是出此点 它是什么时代呢 始める 始める是动词对吧 那始めまして 这个是什么结构的呢 什么它什么结构也不是 它就是一个寒暄语 那它是什么语法项目呢 就是它是从动词哈吉梅鲁来的对吧 对只能说它的词 词源是这个哈吉梅鲁 那它这是什么语法 它这并不是什么语法 它就是一个寒暄语 那如果寒暄语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比如说其他别的语 都别的动词我可以 后边都可以加 哦不是 你就记它是一个寒暄语就行啊 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问题 哦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练习一会儿 我发到群里吧 下面再看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第二课 第二课的话 我们会学一些名词 和比较直视方位的一些词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是 これ 翻词成中文呢 是这个 这个 下一个是 それ 翻词成中文是 那个 最后一个是 翻译成中文也是 那个 那个 好 那有两个 那有两个 我们怎么去区分 第一个 上面这个 索雷是 离 说话人 远 离 听话人 近 我现在是 在说话 我是说话人 离我远的 离你们近的 离我远的 离你们近的 就是在你面前 有一本书 我说那本书 是谁的 那 这个时候就用 索雷 因为离我远 离你们近 在你们手边的 东西 下一个是 阿雷 阿雷的话 那个是 离双方都远的 就是说 离我也远 离你们也远 可能我们现在 在一个房间 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我就说了 那边那个房间里的 什么什么东西 那就是离我们都远 这个时候呢 就用 阿雷 这个 口雷 比较好 区分 就是这个 这个 离说话人近 就是离我近的 在我手边 有本书 我说这本书是 这本书是日语书 离我近的 我就可以用 佛雷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图 给你一张图 看一下 一张图 A是说话人 A是说话人 就是我 我是说话人 B是听话人 你现在在听我说 你就是听话人 然后呢 我说 哎 这朵花 这朵花是不是 在我头顶上 离我近呀 这朵花 很漂亮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 口雷 口雷 离说话人近 离我近的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朵花变成了 离你们近了 在听话人的头顶上了 那 这个时候 我说 那朵花 我用一个箭头来指 我就要说 那朵花了 那朵花很好看 这个时候 我就要用 Solay 离说话人远 离听话人近 就是 这个说话人 和听话人 是没有变的 变的是花的位置 花的位置 发生了变化 那 我用的单词 就要发生变化 好 这两个位置关系 大家 看一下 能够明白吗 明白 好 可以的话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Ale 我说 那朵花 很漂亮 那朵花在哪里呢 离我们双方 都远 那朵花离咱们两个都远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用Ale 去表示 就是那个 离双方都远的用 Ale 好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呢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Core Sore Ale 这一组 这一组的话 我们一般用它来 指代的是 事物 这三个啊 是一组 我们用它指 指代事物 事物 简单点来说 就是 东西 我可以说 这个 是我的 那个 是 那个 是一本书 只带的 都是东西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Core Sore Ale 位置关系 位置关系 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再 看几个单词 然后把这个 这一组 Core Sore 和Ale 放到句子当中 去看一下 我们先 看一个单词 写作本 汉字写作本 读音 哄 哄 它的翻译是 书的意思 书 哄 好 我把它放到 A 哇 B This 的一个句型当中 我说 这个 是书 这个 是书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 说的 Core Sore 和Ale 当中的 Core Wa Hon Desu Core Wa Hon Desu Desu Core Wa Hon Desu 好 下面 我说 那个是书 这个 那个是 离 说话 人 远 离 说话 人 远 的 那个 我要用 他一个呢 离 说话 人 远 的 我要用 S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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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Hon Hon Desu Desu Sore 最后一个 我说 那个是书 离双方 都远的 Ale Wa Ale Wa Hon Desu Hon Desu Ale Wa Hon Desu Ale Ale Wa Hon Desu 那 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就是要 搞懂这个位置关系就可以了 Kore 这个 Sore 那个 那个 离说话人远 离听话人近的那个 Ale 是离双方都远的 然后呢 这一组呢 它是只带的东西 或者是事物 为什么要 说它是只带东西呢 就是 有的 它可以只带人 但是这一组呢 它不能只人 它只能只东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些名词 下一个写作词书 词书是字典的一个字典 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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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典 它 更加强调的是那种 纸质的字典 基秀 基秀 如果说是电子词典 我们前面加一个 电子 叫做 丹西 丹西 基秀 丹西 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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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杂志 杂志 小醋音 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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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一个 看一下 他的汉字写作新闻 新闻 然后他是报纸的意思 他是报纸的意思 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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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报纸 他的这个要记一下 他是报纸的意思 那日语当中的新闻 我们 读做 读做这个 news 用英文来 news 这个news翻译成中文是 新闻的意思 今天早上的新闻 用的是news 那我在看报纸 用的是新闻 下一个本子 本子是not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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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下一个写作手杖 手杖 翻译是记事本 记事本 其实也可以直接翻译成手杖 他的日语是 techo techo 他们俩的区别 就上面这个本子 note和techo 的区别是 上面这个 跟一般是那种 嗯 横线的那种本子 就是最简单的本子 下面这个techo的话 就是那个本子前面有那个日历 有什么周计划 月计划的那种 啊 那种就做techo 下一个名片 名片日语写作名次 名次 然后这里这个 呃 一是个长音 啊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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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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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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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卡的话 任何的卡都可以用 啊 信用卡 然后房间的卡 门卡 什么的 都可以用作 都可以说成卡 都 各种卡都可以 会员卡 积分卡 什么的 都可以 这个就是一个卡的总称 好 那我们把这些单词 啊 放到这个句子当中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这个是报纸 这个是报纸 这个我们用的是啊 古雷 古雷 古雷是吧 刚刚说的 古雷 古雷 把 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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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古雷 古雷 新文 这是 好 下一个 那个不是本子 用的是离说话人远的 那个不是本子 それは 那个不是本子 用的是离说话人远的 那个是 是 名片吧 那个也是名片 离双方都远 那个也是名片 阿园 阿园 阿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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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í 阿猛 阿猛ch diabash � Hamb cono 好 这一组我们就记 これ それ和あれ的位置关系 就可以了 好 其他的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